Hello 搜狐时尚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龚俊 印象非常深刻 整个舞台设计包括咱们这次的 这一季的新发布的很多高珠 它设计的比较前卫 配合咱们舞台银色的氛围 加上一些比较有节奏的音乐 就会感觉非常大胆 非常摩登 区别于传统的一些珠宝 又有优雅 又有时尚 又很灵动 又很现代 又很前卫 今天主要戴的是这款Messica Midnight Song系列的这么一个高珠 它是一个项链 我觉得这款珠宝呢 它不仅对于女生来说适合 它也非常适合男生去穿戴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造型 整个造型非常的大胆 有很多大的项链把它串联成 给人一种有点狂野的感觉 所以今天我拍的出发照 大家应该都看到了 结合了一些比较现代化的元素 然后手镯和这个戒指 基本上戴的都是咱们Messica非常经典的Move系列 这次主要就是参加咱们Messica的秀 赶紧回剧组 因为咱们这个暗和传拍摄 它确实比较耗时间 包括打戏 包括文戏拍得比较精细 所以剧组还在等着我 这个角色它是一个非常内敛 所以情绪都非常内在化的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很多时候需要去靠眼神传递感情 其次呢它里面打戏非常多 很多打戏基本上武术指导立格要求的就是 咱们能上的竞技男子都自己上 有部分非常难的高难度的动作会提升去完成 但基本上像一些空翻 之前没做过的很多比较偏 难的威亚都是自己完成的 我觉得漫步在巴黎就感觉给人一种非常慵懒的时尚感 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城市 然后又很时尚非常前卫的感觉 我觉得漫步在哪儿都很舒服很惬意 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我觉得很舒服 巴黎的秋天到了 穿着法式的这种大衣 有一种法式的浪漫的感觉 很舒服很惬意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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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